32岁陈静主妇浏览好友脸书发现对方在卖iPhone手机因价格便宜 以新台币43,000元下定6支汇款 事后迟迟未收到货 才发现好友脸书遭盗用 仅呼吁价格远低行情可能未诈骗 新市局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 据165反诈骗专线统计 今年10月23日至29日脸书遭盗用诈骗案有193件 其中假冒亲友透过家通讯软体LINE私下交易买卖手机 一周内有128人遭骗 警方分析许多被害人先透过脸书发现卖手机资讯 私下透过LINE和对方谈交易细节 被害人汇款后就遭封锁或迟迟未收到货 事后查证才知青友脸书账号遭诈骗集团盗用 从事家管的诚信女子日前在好友脸书发现卖iPhone手机讯息 立刻加对方LINE并用网络汇款33,000元买四只型号不同iPhone之后 追购两只iPhone 7 Plus共汇款43,000元 事后迟迟未收到货 浏览好友脸书时才发现对方账号遭盗用 无信学生也遇到同样状况 在朋友脸书发现卖手机讯息 加LINE谈交易细节并会款28,000元买两只手机 事后未收到货又联络不上对方 报警后才知受骗 新市局呼吁若民众从脸书看到亲友贩售手机讯息 应先用其他方式联系亲友确定身份 且贩售价格远低行情 极可能未诈骗 对方还要求私讯交易更应提高警觉 有诈骗问题可打165专线查证 32岁陈静主妇浏览好友脸书发现 对方在卖iPhone手机 因价格便宜以新台币43,000元下定六只汇款 事后迟迟未收到货 才发现好友脸书遭盗用 欧星社分享